话说远处云海当中 有女子修士 借着云雾隐匿身形 她愤然道 手段如此血腥残忍 哪里是微微然坐镇 一地弃运的圣人所为 阮穷气笑了 有喝 学聪明了 多那么远才嘀嘀咕咕 觉得我拿你没折是吧 咱娘的 老子又不是齐静春那读书读傻了的家伙 你跟我一个兵家见修讲道德礼仪 你脑子有坑吧 阮穷一臂倾斜向下 双指变拢 心中默念 天刚扶摇风 地煞雷池火 急急如律令 刹那之间 天上地下有两处气息 迅猛翻涌 如两座刚刚现世的泉眼 另外一处 有温纯嗓音急促提醒 不好 是阮穷的本命 风雷双剑 蓝亭速速撤退 阮穷的本命之无异于常人 并不是酝养在俏学当中 存在于他四周的三千里天地之间 跟随他的那两尊兵家阴神四处游走 云海之上 有一抹流光一彩的绿色营火 拼死往外逃命而去 营火之外 又有一支支金银剔透的桃花 营绕盘旋 为主人护驾 这抹绿光 差不多一口气略出八百里 就被从天而降的一根青色丝线 从头颅当中贯穿而过 为他仗义直言的那个男人 见机不妙 便早早的以独门顿数消失了 天上为之寂静 再无人胆敢锅躁出声 阮穷冷笑一声 不再跟这群心怀不轨的 鬼欲之被计较 身形落回铁匠铺附近的西畔 满身煞气和血腥气的铁匠 伸手在溪水当中 冲刷掉血迹 阮穷叹了口气 他感伤道 齐静春啊 你要是由我一半的不讲道理 何至于走得如此憋屈 却说那河岸之上 陈平安正在进行一个时辰的走庄 在返回途中练习完毕 正在舒展放松筋骨 他突然看到阮师傅从西边走上岸 犹豫了一下 放缓脚步 不去碰钉子 不知为何 陈平安总觉着阮师傅 对自己印象算不上好 看待自己的眼神呢 跟姚老头有点像 透着一股子嫌弃 阮穷也没搭理少年 自顾自大踏步走回铁匠铺子 陈平安默然回头望向溪水 平静如常 并 但是陈平安方才冷不丁得心一紧如芒在背 就像是溪水当中有冤死的水鬼叮住了自己 很荒诞的感觉 只是视线当中 溪水潺潺 欢快柔和 陈平安不死心 捡起几粒轻重正好的石子 转身沿着溪水往下游走去 他仔细地打量着溪水里的动静 试图找出一点蛛丝马迹 陈平安越看越觉得不对劲 光天化日之下 溪水竟然给人一种烟气森森的观感 陈平安哪怕那么多次潜入青牛背下的深坑 也不曾有过如此清晰的繁衍感觉 陈平安如今能够确定一点 世上有着匪夷所思的金怪妖物 孤魂野鬼 以前齐先生在小镇 所以万邪不侵 如今齐先生不在了 那说不定当下就是鬼魅四处作祟的境地 自己啊一定要加小精 哪怕阮师傅是下一任所谓的圣人 陈平安也不敢掉以轻心呢 说到底 陈平安还是更加信任齐先生 对于不苟言笑的阮师傅 敬畏之心肯定有 亲近之心则半点无 陈平安之所以胆敢跟着感觉走 主动查询溪水当中的古怪 在于阮师傅前脚踩走 陈平安不觉得如果真有水中鬼物 就胆敢在圣人的眼皮子底下出水来扑杀自己 再说了 陈平安如今袖子当中藏着齐先生赠送的那对山水印 其中一方正是水字印 所以少年胆气尤其粗壮 陈平安先后丢完两把石子之后 正要弯腰石剪 不远处有人问 你在做什么 少女轻衣马尾辫 原来是阮性 陈平安一直在全神灌注对付水里 没察觉到阮姑娘的靠近 他也没有藏藏耶耶 不怕他笑话 伸手指了指溪水水面 老实的回答 我觉得水里有脏东西 就想着看看能不能用石子把它们砸出来 阮秀望向溪水 凝神望去 他脸色一沉 陈平安问 是不是真有问题 阮秀摇了摇头 看不出来 陈平安笑道 那应该是我疑神疑鬼了吧 你先回去 我要在这边吃点东西再回铺子 我爹问起的话 你就说没看见 陈平安点了点头 没问题 他记起一试 从地上找出一块棱角分明的石头 阮姑娘 我能不能问你有些字是什么意思 怎么个读法 阮秀如临打敌 读书 书本这东西 根本就是世上最恐怖的敌人 随便翻开一页书 每个文字像是排兵布阵的大修士 对阮秀师耀武扬威 阮秀实在是每次瞧见就头疼 原本他跟随父亲阮穷进入小镇后 是应该去学书读书 完全不用帮忙打铁铸剑 但是打死都不去 今天肚子疼 明天脑袋热 后天有可能下雨 大后天脚崴了 阮穷实在是懒得再听到那些蹩脚借口 才放过了阮秀一马 只是阮秀今天不愿在少年面前露怯 他强自镇定 笑容牵强 你先写写看 当陈兵安用石头在地面刻出两个字后 阮秀摇身一变 神采飞扬 他自信的说 这两个字啊 太简单了 我很小就日日认识他们 一个神字 一个亭字 合在一起 就是一个人的人体学位的称呼 神亭 所谓的俏学 我们人之所以是万灵之掌 许多修成大道的精魅妖物 最后不得不幻化为人 就在于人之身躯最适合修行 365座大小灵窍 皆是金山银山式的宝藏 古人有云 俏学 即是神器之所 游行出入也 我们人的三魂六魄 就像是吃百家饭的小孩子 这家吃一碗饭 那家喝一碗水 然后不断的温养孕育 成长壮大 阮秀 唯唯道来 然后伸出一根手指 按住自己的脑袋 唯唯笑道 至于这神庭 就在这儿 你撸起头发上的发际线 往上五分距离 这个俏学 对于我和我爹这样的兵家建修 算不得如何重要 用我们的行话来说 遍布属于兵家必争之地 可有可无 倒是那些靠香火生存的玩意儿 此处俏学至关重要 不过我爹说过 那些鬼鬼神神 没多大出息 神通再大 轨道再宽 也不过是寄人篱下的可怜虫 不值一提 陈平安全部听不懂啊 他只能死记硬背 之后又分别问了 巨缺和太渊 阮秀也一一作答 少女虽然不爱读书 那也只是不喜欢 那些儒家圣贤的经典书籍 对于兵家修行和炼剑助剑 少女喜欢的不得了 那这些俏学名称啊 他打小就烂熟于心了 不等陈平安开口求人 少女就大大咧咧的说 一会儿有空的时候 我把365个俏学名称 方位和用处 一一告诉你 陈平安一笑 麻烦阮姑娘了 那么多次让你帮我买糕点 你觉得麻烦吗 陈平安摇了摇头 举手之劳 当然不麻烦 阮秀开心一笑 这不就得了 阮秀突然有些遗憾惋惜 俏学这些东西 哪怕知道了 其实意义不大 世间修行 之所以有那么多旁门左道和歪门邪道 就在于各自的氧气炼气路数不同 差之好理 失之千里 我家当然也有自己一脉相成的散气和氧气两大心法 可是无法外传的 这不是我爹答不答应的问题 陈平安 对不起啊 陈平安又不是那种得寸进尺的人物 赶紧笑着解释 没事没事 我就是想多认识一些字 没想那么多 再说了 我自己有一步拳谱可以练习 只是这个拳谱上的拳装 我就已经差不多练不过来了 哪能分心呢 阮秀释然而笑 轻轻的拍了拍胸脯 那就好 颤颤巍巍 风景 这边独好 陈平安赶紧收敛 无心的视线 起身 正色道 阮姑娘 回头等你空闲 反正我可以晚点回泥平下 阮秀跟着起身 点了点头 好的 陈平安小跑向铁浆铺子 阮秀走下岸来 来到西畔 他先掏出一块帕金 丢了块糕点到嘴里 慢慢的咀嚼回味 等到大概这陈平安呢 到达小镇之后 他才伸手卷起一截锈管 露出那只星红色的镯子 望向清澈吸水 他沉声道 火龙走水 那只镯子瞬间液化 有意活物苏醒 不断的挣扎扭曲 最终啊 变成了一条通体火焰 缠绕的小蛟龙 他手尾衔接 刚好还住少女的手腕 随着青衣少女一声令下 这条原本长不足一尺的赤红蛟龙 一跃向溪水 一掌 三掌 十掌 火龙 一壳走于水 阮秀命令道 可以了 身躯长达十掌的火龙 不再继续增长 但是附近溪水 全部蒸发殆尽 不仅如此 上游 溪水 如同下破胆的溃败士兵 死也不敢继续冲锋陷阵 就那么簇拥挤压在一起 使得溪水水面 不断上升 而下游 溪水 则继续一冲而去 阮秀 眯眼望去 静待 水落石出 他走在河船干涸的溪水底部 跟随着那条石杖火龙 向前行去 如今洞天破碎 四位圣人精心布置的禁制 也随之消失 所以已经不尽数法神通 这也是阮穷 为何要定立规矩 并且一出手 就雷霆万军的根源 此处哪怕曾是 三十六小洞天当中 占敌最小的一个 也罪不以天才地保健常 但终究是小洞天 出身的一块福地 种种好处 仍是大大必义修行 如今没了大阵牵制 一旦无人约束 外界修士 蜂拥而入 鱼龙混杂 心思不纯 到最后小镇六千多人 除去那些侥幸活下来的 老乌贵大王吧 其余凡人 估计一天之内就会死绝了 兵家行事 其实也重规矩 但是更讲究变通 远比儒家要灵活多变 能够因是因地而异 便意行事 约莫一注香后 不断在河床当中 左右扑通的火龙 好像终于逮住了 那个狡猾的目标 一找迅猛按下 缓缓低锤头颅 阮袖走到火龙头颅附近 低头望去 火龙找下 是一位蜷缩起来的妇人 她被爪子呀 一把抓住腰肢 她有一头急腰的青丝 死死的护住全身 阮袖好奇的问 小小和神 也敢在我家门口撒野 我爹当年连斩六位江水正神 你没听说过吗 从干枯老玉 变成年轻妇人的和婆 哀求道 大仙 大仙 奴婢只是经过此地 绝无害人之心呢 何况奴婢斗胆泄露 阴神气息 是袭击着帮助阮圣人 增加吸水的水重 想着能够尽一点 绵薄之力而已 大仙莫要生气 莫要生气 若是觉得小的相貌丑陋 碍言惹人烦 小的以后便只敢在夜间游走 阮秀直接了当地问 你认识陈平安 被火龙按住腰枝的和婆 容貌迅速衰老 却只敢可怜乌业 他小鸡啄米般地点头道 认识认识认识 小的本是姓花像人士 那陈平安是倪平相的孤儿 偶有交集 但是并无恩怨啊 奴婢只是最近很少 在西边看到小镇之人 今日看到那少年练拳 觉得好奇便多瞧了几眼 哪想到便惹来了如此颇天大祸 大仙念在奴婢不懂规矩的份上 手下留情啊大仙 阮秀挥了挥手 火龙重新化为一只花纹古朴的红色镯子 戴在少女手腕上 阮秀依旧站在远处 身后就是汹涌而至的迅猛西水 但是让和婆心惊胆战的一幕出现了 西水如遇上高高在上的天敌 魏战先祥自动绕行往下游流去 更可怕的是和婆能够感知到这位轻衣少女 根本没有动用任何道法神通 阮秀笑眯眯的说 别发呆 说说看杏花像和倪萍像的事情 所有的你知道什么就说什么 重获自由之身的和婆 滋容皮囊开始缓缓恢复青春 但是下一刻她骤然惊惧的忍不住尖叫起来 原来那一头压青色的瀑布青丝 在缩减长度 她撕心裂肺的喊 为何我的导航在流逝啊 轻衣少女吃着糕点含糊不清的说 啊这样啊不好意思忘了告诉你 我是天生火神之体 雨水是天敌 和婆强自冷静下来 默默垂泪哀求 求他先大发慈悲 饶过奴婢这次的无心冒犯吧 阮秀认真想了想 以后我会喊你过来讲故事 放心我到时候会隐藏本命气息 和婆哭丧着脸 不敢拒绝只得答应下来 阮秀走向岸边回头说 下不为例啊 和婆连连说道不敢 少女上岸后摇晃着马尾辫 走向铁匠铺子 和婆身躯没入溪水 一张脸庞充满正颖怨恨 不过数次吃亏之后 她开始懂得死死压抑住这股力气 一串起于别处的别人心声 却在她的心头重重响起 纯祸 收起你的无知 你知不知道 那少女将来正道契机为何事 就是杀尽一周江河水神 你小小何婆还敢对此人心怀杀机 也不怕让人笑掉了大牙 就算人家伸长脖子让你杀 最后死的也只会是你 你知不知道 她对水中任何阴雾的感知 是何等敏锐 所以你此刻心中所想 没有猜错 她将来第一个要杀的河神就是你 所以接下来好好想一想如何补救 这桩原本灭顶之灾的祸事 已是你得到大机缘的种子 这是最后一次提醒你了 你再有丝毫于月规矩的举动 不用他人出手 我自己就会让你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何婆在声音消失后 她痴痴呆呆地悬停在水中 身躯摇曳生姿 却了无生气 大道飘渺不定 让人心灰意冷 阮穹在住建市 看到自己女儿 蹦蹦跳跳地跑进来 她没好气地说 欺负一个不成气候的何婆 很高兴吗 少女笑容灿烂 那就等她成为江河之神 我再欺负她 阮穹一皱眉 秀秀 千万别不把河神江神当回事 到底是纳入益州山川湖海 蝴蝶的正统水神 虽然比不得各国的五岳正神 但在水中杀他们 并不轻松 少女嗷了一声 随口说 那就让他们无水可期呗 阮穹心头一震 随即迅速压下 嘴角即将浮现的笑意 暮色中 铁江铺子 来了一位陌生客人 男子约门是儿历之年的岁数 身材高大 双眉修长 肌肤白皙 秀起阴容的美貌 配合魁梧阳刚的体魄 有一股别样的风采 阮穹得知此人身份后 没有像上次接待 关湖书院崔明皇那么随意 只是在住建市门口聊了几句 那这一次呢 让阮秀啊 搬了两张竹椅到廊中 还拿出来两壶好酒 一人一壶 那男人也不扭念 拿过酒壶解开 泥风就惯了一口 他笑道 阮师 你此次出手 朝野震动 朝廷那边具体如何应对 我暂时不知 但是作为新任姚务督造官 兼首任龙泉县衙主官 我倒是省去许多口水 照理说 该我拎着好酒灯门拜访才是 只是当时在半路听闻变故后 快马加鞭实在是来得匆忙 骑龙像压碎铺子的两大坛子姓欢样 就当我先欠着阮师 阮师傅挥了挥手 这些客头话呀 就不用多说了 如果今天你我谈妥 以后有的是机会喝酒聊天 如果谈蹦了 你我更用不着费劲笼络感情 那男人爽朗大笑 不像身兼双职的大骊朝廷官员 更像是一位行走江湖的任侠之士 他擦了擦嘴角 将酒壶放在膝盖上 没有了边喝酒边谈事情的迹象 在大骂春辉年间封禁的甲六山 当然 这是朝廷户部机密档案的官方说法 依照地方县制记载的名称 应该是龙脊山 他的半山腰处 有一座天然生旧的大型展龙台 在我来此赴任之前 有过一场军臣奏队 皇帝陛下明言 此物交由阮师所在风雪庙 以及真武山 你们双方共同占有 至于你们两大兵家势力 具体如何对展龙台进行挖掘分割划分 是留下不动作为祖宗产业 还是扳回各自宗门 我大骂朝廷绝不插手 悉听尊便 甚至如果需要大骂出人出力 例如驱使大骂麾下的那两头年幼班山员 打猎甲六山 使得裸露出展龙台 诸如此类小事 阮师无须客气 阮师笑眯眯的说 你们大骂成意不小啊 新任督造官正要顺势说些场面话 阮师又说道 那处展龙台 在我到这之前 我们风雪庙和那真武山早就谈妥 我阮雄 风雪庙 真武山 各占其一 你应该从你们皇帝那听到一些小道消息 我是打算在这开山立派 所以妇女身份都已从风雪庙那边牵出来 接下来六十年之内 我肯定不方便正式开山 但是你们大骂只要让我看得顺眼 六十年之期一结束 我就会在此选择一座过得去的山峰 作为将来山门宗派的法人之地 督造官兼任此地县令的男人 毫不遮掩自己满脸的喜气 好像就在等这阮雄开这个口 他立即顺肝子就说 阮师 您大可以放心 除去披云山 如今境内大致划分出六十一座山 阮师可以任意选取三座 作为将来开山立派的根基 若是阮师不愿意急着下决心 本官可以先给阮师 看过黎珠洞天的新旧两副山巒行事图 本官再陪着阮师亲自去勘探巡视过 到时候阮师再做定夺 如何呀 任何一座王朝 能够拥有阮穷这样的大修士 帮忙坐镇山河 都是莫大的姓氏 尤其阮琼的言下之意 是他选择在这扎根 而不仅仅是类似的 什么克卿啊 供奉啊 国师这样的身份去依附大理 因此不是那种 合则聚不合则散的形式 阮琼是真正在大理国土上开枝散叶 无形中与王朝气运 七七相关 别说一位小小都造官 就是大理皇帝坐在这儿 也会心生欢喜 大理五人辈出 以藩王宋长径领衔 武径之上的高手数量 冠绝东宝平中 但是山上神仙实在少得可怜 与大理强盛国力完全不符 这一直是大理皇帝的心病 阮琼笑道 战山为王一事啊 不用着急 说句难听的 出局你们不愿意拿出来的皮云衫 也没哪座山入得了我的眼 年轻都造官有些神色尴尬 事实上来这儿之前 不光是他 就连大理皇帝和自己的恩师 也觉着阮琼在大理开山的可能性 有 但绝对不大 因为大理实在是拿不出足够分量的诚意 展龙台 如果不是阮琼自己有本事 去与风雪庙真武山谈拢 硬生生拿到手一份 大理岂敢为了拉拢阮琼一个人 而与风雪庙和真武山去交恶呀 代价实在太大了 哪怕是气吞万里如虎的大理王朝 也承受不起 阮琼突然说 虽然风雪庙和真武山从无提议 但是我个人希望你们大理呀 能够拿出两件足够锋利的神兵利器 剑也好刀也罢 都无所谓 只要能够用就行 到时候我可以帮你们 转交给来此的两位兵家修士 用来分开那座展龙台 你可以先禀报给朝廷 等待大黎皇帝的答复 此事一样不着急 年轻督造官略做思量 此事我就能够一言绝之 先行答应乱世 软琼点了点头 喝了口酒 比较满意此人的姿态和魄力 毕竟之后很长一段时间 自己都需要跟这个名叫无冤的男人 直接打交道 如果是个蠢人 那会很累 如果是个小气胆小的家伙 那就更累了 无冤犹豫了一下 喝了口酒 有点像是给自己壮胆的意思 乱世 首先 小镇外大小三十余口龙窑 会重新开窑烧瓷 只不过从今往后 只是烧制普通的朝廷 御用礼器而已 其次 新建于小镇东边的县衙 建成之后 县衙会张榜贴出大骊律法 也会让略通文采的护房衙役 在小镇各处宣讲解释 为的是让小镇普通百姓 真正晓得自己的身份 是大骊子民 阮穷神色冷峻 瞥了眼名义上的龙泉县令无冤 后者笑着解释 哈 这只是针对凡夫俗子的表面功夫罢了 小镇六十年内 仍是以阮尸的规矩最大 四性十足的规矩 紧随其后 大骊律法最低 若有冲突 一概以这个排序为准绳 阮尸在小镇方圆千里之内 一切所作所为 大骊不但不干涉 还会毫无悬念的站在阮尸这一边 就像阮尸先前打烂紫烟和修士的肉身 那人死不悔改 竟然疏通京城关系 试图向皇帝陛下告欲状 我恩师得知消息后 二话不说 便派人震杀了这位修士的元神 阮穷 微微皱眉有些不耐烦 告诉你家先生 以后这种话说天足的烂事少做 面子不面子的算得了什么呀 我就是个打铁的粗批 不习惯完文绕 你们大骊真有心呐 给我实打实的好处就够了 至于到时候我收不收 另说 紫烟和修士这种废物 我当时要是真想杀他 他跑得了 我再给他一百条腿也不行 要是真想杀人 你们大骊有几个人拦得住啊 哪怕拦得住 他们愿意拦吗 吴渊脸色微白 嗓音微色 算是本官知道了 阮琼也不愿闹得太僵 毕竟啊 他与吴渊二人是初次交往 不能奢望别人处处 都顺遂自己的心意 那就是强人所难了 于是他主动开口问道 世俗王朝建造文昌阁和武圣庙 赤丰山水正神和禁绝地方银寺 都是一个朝廷的应有之意 在小镇这边 你们是怎么个打算呢 刚刚才吃过亏的吴渊 小心的措辞回答 关于文昌阁和武圣庙 目前我们大骊青天剑 帝师像中的两处 分别是小镇北边的瓷山 和东南方位的神仙坟 祭祀之人 分别是当年从小镇走出去的那两位 刚好一文一武 对我大骊也是公莫大焉 阮师意下如何呀 阮琼语气并不轻松 享受文武香火的两人挺合适 但是玄旨就这么敲定了 你们有没有问过杨老先生的意思 吴渊愣在当场 小心翼翼的问 阮师敢问杨老先生是谁呀 阮琼也愣了一下 他打趣道 你那位秀虎先生连这个也没告诉你 就让你来当监造官和父母官 吴渊呐 你老老实实说实话告诉我 你是不是跟齐靖春差不多 官厂师一轮为弃子 被贬折制子 如果是这样的话 之前谈妥的事情 我可就要反悔了 无冤百口莫辩 既不知道如何解释 自己更是一头雾水 远处一口水井旁边 三个同龄人蹲在地上 阮秀在教陈平安那些俏学的名称 作用和修行意义 多余的那个少年 是自己死皮赖脸凑上来的 一开始阮秀和陈平安就抹去字迹 不说话两人就盯着他 这少年长得眉清目秀 眉心处还有一粒画龙点睛式的红质 挺招而喜欢的喜庆模样 可是陈平安和阮秀 都低估了他的耐心和脸皮了 笑呵呵的左看看草鞋少年 右看看青衣少女 三个人熬了半炷香 少年仿佛觉得自己同样低估了 自己身边两人的毅力了 终于主动开口说话 用流畅圆润的小镇方言 说他是从京城来的 跟随督造官大人来到这看看风景 尤其想要去看看那座慈山 说你们继续聊你们的什么俏学契斧啊 别这么小气 我听一听又如何 难道我听过之后就能一下子变成陆地神仙呢 之后陈平安和阮秀忙自己的 不去管这个奇怪家伙的搭讪 你这个字写的不咋地呀 一看就是没下过苦功夫 飘得很 跟浮在水面上的油渣差不多 姑娘 你这里的解释不够完美 所谓的半边锅里煮江山 还有那画图不知窍 惹得神鬼笑 其实是这样的 你这个就跳过这个气符就不聊了 姑娘 你怎么不给他解释解释 谭中学在哪啊 是不是很难指点给他看呢 姑娘 你要是不好意思的话 我可以帮忙 姑娘 你眼里有杀气啊 姑娘 你肯定是误会了 我的意思是说 我来指给他看 就我身上的谭中学在哪 姑娘 你身上的那谭中学神仙也难寻呢 我何必自找麻烦 姑娘 你怎么打人呢 还来 姑娘 姑娘 我错了 姑娘 姑娘 尾驴夹击欲诊 这后背三观 你咋也给漏掉了呢 古人说 后观通一半功 缩肯开前示正功 可见他很重要啊 直到最后 是督造官吴渊的出现 帮助陈平安和阮秀脱离了困境 眉心有志的话老少年 和沉默寡言的年轻大骊官员 并肩离开了铁匠铺子 陈平安和阮秀坐在水井口子上 阮秀瞥了眼那两人的背景 轻声说 年纪大的是个当官的 刚才在我们身边的这个不清楚 我也感觉不到异样 可能是年轻人的书童吧 外边有很多大家族都有这样的半读 陈平安点了点头 阮穹板着脸走到水井附近 撂下一句就转身了 陈平安 你跟我来 陈平安茫然起身 阮姑娘之前说她爹答应借钱给自己 不过得等一旬左右 难道是反悔了 轻衣少女有些心虚 跟在陈平安的身后 阮穹坐在主椅上 让陈平安坐在之前无冤坐的椅子上 阮秀咳嗽了一声说 爹 这两张椅子是陈平安坐的 还不错吧 阮穹黑着脸说 我跟陈平安谈正事 秀秀 你别打岔 陈平安赶紧做端正 阮师傅您说 阮穹从袖子里边摸出一把碎银子 大概有三四两的样子 去小镇齐龙巷那边 给爹买上壶上好的桃花春烧 剩下的零钱 你自己买些糕点 阮秀有些不愿意 阮穹洋装要收起银子 那你去住建市盯着炉子火候吧 一个时辰后结束 阮秀抢过钱就跑 等到自家闺女跑远了 阮穹开门见山的问 陈平安 你是不是有三代子金金铜钱呢 陈平安脸色如常 点了点头 有 阮穹似乎比较顺眼少年的诚实 脸色好转了几分 像你这样 手头有三代子金金铜钱的小镇百姓 找不出第二个 哪怕是福禄街陶夜巷的四姓十足 最多的宋氏也不过两袋 更多只有一袋子 除此之外 小镇的小户人家 有八户用自家的宝贝 各自换来一袋子金金铜钱 基本上小镇的值钱老物件 都流失出去了 如今差不多 还能剩下个七八件 品相还可以 接下来 小镇会有越来越多的外乡人 当然 你肯定性命无忧 我之所以跟你打开天窗说亮话 是希望你好好利用 手上的三代子金金铜钱 既别捂在手里烂掉 也别随随便便用了 小镇在我之前的每六十年 会开门一次 大概放二三十数量不等的人 进入小镇 任由他们寻找机缘 从今往后 就没这样的规矩了 会越来越像普普通通的 大理小镇 所以你的三代子金金铜钱 就格外扎眼 终究会给你惹来 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我这个人呢 又很怕麻烦 到时候难免要为你出头 但是我软穷 三天两头 跟一群小屁孩过招 我先丢人 所以我就给你提一个建议 听不听 听完之后 你自己决定 在说建议之前呢 跟你事先说清楚一点 当下是金金铜钱 最值钱的时候 却不是谁都能花出去的 四大姓外 恐怕十大族也不例外 因为大黎皇帝 打算要将皮云山之外的 六十一座封禁大山 全部接近开山 卖给与大黎交好的 各大势力门派 这六十一山 价格高低 因大小而异 外界之所以趋之若鹜 在于如今 黎珠洞天大阵破罪 将为人间伏地一样的存在 灵气虽然骤俭 但是比起寻常大山 仍要高出一大筹 丝毫不比有正统山神 坐镇的山脉逊色 况且打离皇帝许诺 此地将来会赤丰一尊 山岳大神 三位山神和一位和神 如此密集的山河正神坐镇 使得六十年之后 方圆千里 依然风生水起 灵气充沛 所以现在 买下山头的这笔买卖 稳赚不赔 陈平安问道 如果我今天买下山头 然后我明天死了 怎么办 这个问题 一针见血 如果我今天买下山头 然后明天我死了 那怎么办 这个问题 一针见血 软穷破天荒地露出一丝笑容 首先 只要你在小镇 老老实实 本分做事 肯定不会 莫名其妙就暴毙 例如 再由班山园那样的货色 找你麻烦 如今小镇 已经没有破碎 不破碎的忌惮 需要齐静春担心的 我不用 齐静春想要遵守的 我也不用 所以我大可以出手 帮你摆平 因为到了这会儿 这就是合情合理的事件 其次 大骊王朝 剑脉山头一事 是为了赚取 大骊境外的香火情 属于亏本 赚妖鹤 答应买下 任何一座山之后 三百年之内 哪怕满山之人死了 甚至没有子嗣继承 大骊一样在三百年之期内 绝不擅自收回山头 会任其荒废 最后 就是我这次会率先拿到三座山 风水肯定很好 如果你之后也能拿到几座 我们可以接壤匹林 假设你如果无力开山获利 哪怕只是借我租用山峰三百年 你也能年年分红 坐享其成 子孙后代 亦是如是 这是细水长流的富贵 多少士族豪华 梦寐以求 阮雄不屑自夸 更没有说破 那陈平安好奇地问 阮师傅 那些山头大致价格如何呀 阮雄随口说 最小的那座山头 古零零一座山峰而已 被大理朝廷命名为珍珠山 较价是一枚金金铜钱 不过必须是迎春钱 陈平安惊讶到 只需要一枚 哈哈哈哈 屁大的地方 每其名曰山 其实连风字也不沾边 一座小山包而已 一枚迎春钱 不划算 这是因为大理 实在没办法 罕价半颗金金铜钱 陈平安嘀咕道 一颗金金铜钱而已 那再小的山头 五百年 整整三百年都归自己 怎么想都划算呢 阮雄继续说 中等山头 如旋旅山 大雁山 连登峰等 大理那边 估价在十到十五颗金金铜钱左右 最大的一条小山脉 和其他两座山 枯权山脉 和香火山 神秀山 都要二十五到三十枚金金铜钱 这还是因为无人竞价一说 归根结底啊 大理想要留下的 不是那一袋袋金金 而是自信十足 以及他们在东宝平州的各条人脉 希望他们背后的真正靠山财主 能够浮出水面 主动与大理接触 陈平安皱眉说 阮师傅 那我这个时候 占这么大便宜 不是很出风头吗 不会被人记恨在心 你也有靠山啊 缘在天边 尽在眼前 陈平安挠了挠头 没有立即答应 阮雄非但没有恼火草鞋少年的 不知好歹 反而欣慰 没有得意忘形 还不错 回去倪平巷之后 好好想一想 正去明天给我答复 久则生变 我这可不是诈呼你 事实如此 陈平安离开铁江铺子后 一直走到石拱桥那边的时候 都还没从震惊当中清醒过来 少年以前也想象过自己 说有钱以后的样子 比如说呀 能够隔三差五的吃上肉包子 糖葫芦 自家院门呢 有春帘啊 门身呢 和福字 把祖宅修得跟屋子似的 给爹娘上坟的时候 能烧上一壶好酒 一包糕点等等等等 可陈平安打死都没想过 自己有一天 能够拥有一座 甚至几座大山呢 陈平安临近石拱桥的时候 他咽了口口水 不太敢继续上前 一番天人交战之后 便沿着溪水啊 继续往上 到了溪水竖腰 最为狭窄的地带呢 他驻跑飞奔 一跃而过 这才走向了青牛背 陈平安并不知道 自己的绕远路 刚好和阮秀错过了 青衣少女拎着一壶 桃花春梢飞奔过桥 这次在小镇买酒 少女经过压碎铺子的时候 低头快步走过 生怕被那些眼花缭乱的糕点 勾走了魂魄 因为啊 他要开始积攒私奉钱了 陈平安先去了一趟 刘宪阳家的宅子 点燃油灯提着灯盏 走了一遍屋里屋外 确定并无缺少大小物件之后 这才吸灯锁门返回泥平巷 经过那栋塌陷出一个窟窿的老宅子 陈平安送了口气 肩上的担子还在 但是比起之前那趟离开泥平巷 已经坏了太多 陈平安忍不住偷着乐呵 兜里有钱的感觉 嗯 真好 陈平安这辈子还只见过碎银子 陈颠颠的银钉还没瞧进过一眼 更别说跟神仙一样稀罕的金子呀 陈平安回到自己祖宅 打开屋门后 跑去确定是否真的拴好院门 回到屋子后啊 小心翼翼的点燃油灯 昏暗黄昏的灯火 映照着冰冷的黄泥墙壁 陈平安从墙角跟的桃罐里边 掏出了三只钱袋子 迎春钱 供养钱 押圣钱 分别装有二十五颗金金铜钱 二十六颗 二十八颗 总计七十九颗铜钱 关于这些来历不俗的铜钱 宁瑶粗略的解释过 他们呢 是世俗花钱的延伸 之所以价值连城 是物以稀为贵 当然最主要的原因 还是外乡人进入小镇 需要铜钱作为信物 至于这个不成文规矩的由来 年代久远 宁瑶又不是东宝平州人士 自然说不出个 自瞅阴谋了 三种铜钱 陈平安分别拿出了一颗 放在桌子上 迎春钱筑友 新年大吉 四字吉语 楼空 透雕 降云飞流 有一尊披甲 神人在勒鼓 压圣钱 正面雕刻有五毒 蛇蝎 蜈蜈蜈蜘虎和蝉蜘 背面除了著有 天中辟邪四个字 还有龟蛇蝉剑的图案 供养钱呢 正面是 新城泽灵四个字 背面是 神仙在上 并无精美图案 样式最为朴素 陈平安拿起一枚迎春钱 反复的观看 少年实在很难想象 这么小小的一枚铜钱 就能够买下整座珍珠山 陈平安知道阮师傅 嘴里所谓的那个小山包 因为姚老头第一次 带他进山找土啊 就到过珍珠山的山顶 土性可分轻重肥脊 在内诸多种类 更复杂的是 需要辨认某种泥土 天生亲近水火金木中的哪一种啊 讲究的门斗啊 特别的多 陈平安只学到姚老头一身 吃土学问的七七八八而已 在那座不起眼的珍珠山 姚老头当时跺了跺脚 然后低头对那八土的陈平安说了一句话 说这儿土味最全 可惜就是地方太小 跟人缩在角落里头差不多 伸头啊就碰头 伸腿也磕腿 俗话把这种地方称作螺丝壳 陈平安 轻轻放下迎春钱 拿起了鸭圣钱 只是很快就又放下 少年的脸色 有些黯然 五月初五 五毒病出 少年却刚好是这一天的生日 隔壁宋吉辛甚至说过 外边许多地方 把这一天生下来的孩子 视为不祥 有把孩子 之间溺死于河中的习俗 陈平安摇了摇头 拿起最后一枚供养钱 简简单单的 正反就八个字 陈平安突然想起一件事来 当初第一次看到您姑娘和福南华 蔡金简 记得他们进入小镇大门的时候 每人都需要交给看门人一袋子铜钱 那么这些铜钱最后落到谁手里了呢 是进了大骊皇朝皇帝陛下的私人口袋里了 陈平安叹了口气 不去想自己打破脑袋也想不明白的问题 他开始在心里噼里啪啦的打起了小算盘 阮师傅说 珍珠山这座小山头只需要一颗迎春钱 玄里山和连登峰这样的中等山头 大概是十到十五颗铜钱 枯泉山脉和香火山在内的大山头 则需要二十五颗到三十颗 陈平安其实稍稍琢磨 就领会了阮师傅的言下之意 首先 大骊王朝对阮师傅很尊重 所以白白送给他三座山 其次 阮师傅既然要什么开山立派 显然三座山最好是连在一起 扎堆毗林 否则你东一块西一座肯定不像画 这恐怕也是朝廷聪明的地方 知道阮师傅根本不可能挑出三座最值钱的山头 所以假装大度的很 最后 他陈平安当然需要跟阮师傅选取山头 当然 陈平安觉得自己也不是不可以 选一两座规模不大的中小山头在别处 你比如说像珍珠山这样的 就很合适 只需要一颗金金铜钱 无人理会的小山包啊 可是陈平安就特别在乎 山头再小那也是一整座 何况才一枚铜钱呢 陈平安觉得一定要把这座小山包 纳入囊中 落袋为安 陈平安对阮师傅言语提及的枯权山脉 神秀山和香火山 这一波最昂贵的山头 不是不感兴趣 他争取在此之外 买些一座比他们差 却差得不太多的大山头 预计最多耗费一袋子金金铜钱 然后买些一些类似珍珠山的小山头 争取花个十颗铜钱左右 其余的呢 全部都用来跟随阮师傅来下注 他在那挑中三座大山之后 陈平安就在他附近买 再买 使劲买 至于那座拥有斩龙台的不知名大山 陈平安已经彻底死心了 他告诫自己绝对不可以去沾捧 哪怕如今依旧无人知晓 那眼前摆着这么个大好机会 陈平安也绝不去买 如今小镇八方来客 再也不是当初那个对外封禁的 什么黎珠小洞天 几百里山路 连陈平安自己都能走起来 以后能挡住谁的脚步啊 更何况是天上那些 踩着飞剑飞来飞去的神仙 不过 在掏钱买山之前 陈平安打算亲自再进山一趟 那一下子你花出去这么多钱 结果事先不知道自己买了什么 哪怕明知道是一本万利的稳赚胜意 陈平安仍然会觉着浑身不得劲 这其实啊 就是吃苦吃惯了 陈平安 如今有八颗并未丝毫褪色的舍胆石 其余分别藏在自家和刘宪阳家的舍胆石 数量不少 不知是不是从小溪里早遭脱困逃过一劫的缘由 虽然颜色润度都有不同程度的减退 瞧着不如出水时候那么亮眼舒服 但是或多或少 还带着点灵气 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呀 就像陈平安第一眼看到倪平相的顾灿 或者是福禄街的李宝平 就觉得肯定是聪明伶俐的孩子 陈平安收起了三袋子金金铜钱 放回陶罐 一想到又要跟阮师傅请假入山 这陈平安的脑袋呀 就有点大 姚老头是这样 阮师傅也是 陈平安怀疑自己是不是没啥长辈缘呢 尤其是没什么师傅缘呢 陈平安去角落蹲在箩筐旁边 盯着里边的那块斩龙台 他伸手扶摸着黑色石块的细腻机里 入手微凉 他很好奇 这么一块不起眼的石头 怎么就跟宁姑娘那种踩在箭上的神仙有关系呀 更想不出展龙台到底能够把一柄剑磨到什么程度的锋利呢 陈平安 陈平安突然想起一件事儿来 他伸手掏出了那五张槐叶 当时红棉袄小姑娘从老槐树那边捡了八张树印 陈平安送给他三张当作酬劳 他仔细地翻看着槐叶 看似仙薄 看似仙薄 实则呢 颇为坚韧 只可惜失去了那种沿着夜脉灵洞流走的盈律幽光 陈平安猜测 那大概就是所谓的祖宗福音吧 只在一些节点会有点点绿营残留停滞 陈平安把五张槐叶 小心翼翼地夹入汉山全埔当中 他做完这一切后 出门在院子里边开始走庄 左右两边的邻居都已经搬走了 陈平安呢 很快就沉浸于泉庄之中 浑然望我 一身泉意如溪水流淌 宁姑娘说过 练泉一百万次才是习武的起步而已 陈平安哪愿意偷懒呢 他无意间想起了那个木头人身上的朱点墨字 那些传说中 以便这流气出入的一座座 翘穴气腐 通体舒坦 滚滚发热 体内像是有一条火龙在快速游走 从头往下游去磕磕碰碰 并不顺畅 那些翘穴呀 就像是破败不堪的粗糙关爱 关爱之间的道路 更是绝对撑不上阳关大道 有些宽大 却崎岖不平 有些呢 狭窄却陡峭 火龙经过的时候啊 晃晃悠悠 如行人走过铁索桥 最后这条火龙 在夏丹田附近的几座气腐来回穿梭 似乎寻找最合适他盘踞的窝底 作为龙宫 宁瑶曾言 五道炼体三境界 第一境 尼胚境 巅峰圆满之时 自身生出一股气 如尼菩萨高坐神龛 气沉于丹田 不动如山 身体便有了一股心气象 开始反补血肉筋骨 使得整个人仿佛枯木逢春 许多杂志 玉姬 都会被一点点排出体外 陈平安就走在这条路上 没有名师指点 也不能算误打误撞 靠的呀 就是勤能补着 靠整整八年的上山下水 翻山越岭 以及虽然粗劣 却得起法门的一种呼吸吐 八年尚未破开五道第一境 世俗王朝和天下江湖 除了宁瑶的家乡 讲究一个穷学文 富学武 好在武道意图 没有比拼境界攀升速度的陋西 越是登堂入世之辈 越是造诣高深的宗师 越看重每一步的脚踏实地 每一层五道台阶的夯实程度 不过像陈平安这么慢的 如何丢人现眼算不上 毕竟世间无数豪横门第的年轻人 其实就被挡在第一个门槛之外了 终其一生也找不到那股气的存在 但目前来看 陈平安肯定是跟学武天才 无法挂钩了 陈平安猛然清醒过来 轻忽出一口浊气 他在院子里缓缓行走 逐渐放松身体四肢 陈平安低头看到 墙脚斜放着的那根槐肢 突然异响天开 想给自己削出一把木剑 小时候爹娘走后 陈平安每次在神仙坟那边 远远看着同龄人玩耍 女孩子大多都是放飞止冤 男孩子则是用他们父亲帮忙 做出来的逐渐木剑 霹里啪啦的过招 打得不亦乐乎 陈平安那时候一直想要一把 只是后来成为烧辞的遥功学徒 一年到头疲于奔波劳碌 便断了念想 陈平安蹲在怀枝前 觉得做一把木剑肯定没问题 两把的话就比较悬了 陈平安先把怀枝搬到了屋门外 再去拿了那把近身开路的柴刀 准备动手给自己做一把木剑 只是当陈平安提着柴刀 坐在门槛上又有些犹豫 想了想啊 又把刀放了回去 觉得老怀树不能单纯 视为一棵老树而已 毕竟齐先生和怀树之间 还有过一场对话 于是眼前这些怀枝 让陈平安感到有些别扭 陈平安重新把怀枝放回墙角跟 发现自己实在是没睡意 便离开了院子 锁好门后 一路走出了泥屏下 他鬼使神差的来到石拱桥附近 想到以后总不能次次跳河过岸呢 一咬牙他走上石桥 再次坐在中间石板上 双脚悬在西面上 陈平安有些紧张 低头望着悠悠水面 他自己喃喃倒 不管你是神仙还是妖怪 我们应该无冤无仇 如果你真的有话要跟我说 就别再拖梦了啊 我现在就在这 你跟我说就是了 一炷香 一刻钟 一个时寸 除了有点冷 陈平安没察觉到任何异样 陈平安双手撑在石板上 摇晃双脚 跳望远方 在很小的时候 他就很好奇 小夕的尽头 会是在哪呢 陈平安愣愣出神 刘县阳 顾灿 宁姑娘 齐先生 姚老头 都走了 陈平安从来没这么 富裕阔扯过 但是少年 也从来没这么孤单过 草邪少年背对着石桥那边 一位衣衫雪白 绚烂的高大身形 似神仙似鬼魅 一时双手撑着石板 双脚悬空摇晃 仰头望天 只是这一幕啊 别说是开始自说自话的陈平安 就连杨老头和阮穷 也无法察觉 阮秀跑回铁江铺子后 发现屋檐下只有父亲一人坐在主椅上 将那壶酒递过去后 他自己就坐在另外一张椅子上 爹 你们谈完事情了 阮雄打开酒壶 不用喝 只是闻了闻 就有些头疼 是桃花春梢不假 可这哪是需要二两银子的上等桃花春梢啊 分明是只需要八千银子一壶的最廉价春梢 阮雄的眼角余光 瞥见做贼心虚的自家闺女 双手拧着一脚 视线犹疑不定 分明在害怕自己揭穿他 阮雄在心里叹了口气 只得假装什么都没发现 仰头灌了口酒 真是一肚子都憋闷委屈 男人缓缓的说 谈完了 谈的还行 回头我让人去摇雾雅鼠 找到那个叫姓吴的大骊官员吧 拿心就两份删穿行事图 估计陈平安回过神后 会跟我讨要 阮秀如释重负 他笑着呀 呕了一声 双腿变拢 然后直直伸出 舒舒服服的伸了个大揽腰 靠在那张小竹椅 光滑清凉的椅背上 阮雄想到自己就要在这打开局面 可万事开头难 兆头不错 心情呢也就好了几分 难得的说了陈平安一句好话 你平像那小子呀 性子简单归简单 其实不蠢 阮秀开心的说 爹那叫大智若鱼 晓得不 阮穷呵呵一笑 没再多说什么 男人只是在心里付飞 我小的个锤子的大智若鱼呀 阮雄望着远方小溪 他双指握住酒壶脖子轻轻的摇画 有些话呀 爹不方便跟他直说 免得他想多想岔了 反而弄巧成竹 明儿你见着他 你来说 阮秀好奇的问 啥事啊 阮雄沉默片刻 拎起酒壶 喝了一小口烈酒 这才说道 你就跟他说 龙脊山别奢望了 哪怕一些个没跟脚的上武镜之人 也未必敢开这个口 那么一大块展龙台 风雪庙和真武山花了不小力气 加上爹如今的身份 才勉强吃了下来 这还有不少人暗中眼红 躲在幕后偷偷咬牙切齿呢 当然 你不用跟陈平安解释这些弯弯道道 直接了当跟他说明呗 龙脊山不用多想 再就是此次大骊朝廷低价贩卖山峰 毕竟总共才六十多座 他陈平安最多只能买下五座山头 再多 我也很难互助他和他的山头周全 第三 爹爷是刚刚下定决心 要跟大骊索要以神秀山为主的三座山 你让陈平安查看刑事图的时候 留心一下神秀山挑灯山和横几封周边的大小山头 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 不会让他全部砸钱买在附近 只需要他拿出半数的金金铜钱就够了 话说回来 如果他真的聪明 多买一些山头围绕你爹的两山一峰 才是正途 最后呢 你还可以告诉他 如果能留下几颗铜钱 就在小镇买几间铺子 估计接下来 会有很多不错的铺子要转手 因为很多在外边有关系的小镇门户 多半要牵出去 所以价格肯定不贵 撑死了也就是一颗铜钱 阮秀试探性的问 爹 要不你把压碎铺子给买下来呗 我那两袋铜钱不是你给收起来了吗 你先还给我一颗 就一颗如何 阮穷皮笑肉不笑的说 爹这边攒着的铜钱 你就别想了 劝你赶紧死心 啊对了 你可以让陈平安掏腰包啊 现在他才是咱们小镇的大财主 那怎么行 他可穷了 十几辆银子都要跟人借 阮穷嘴角抽搐 实在忍不住了 他转头问 哦 那爹的钱不是钱 就他陈平安的钱是钱是吧 阮秀儿嘿嘿一笑 我跟他不是不熟吗 阮穷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 这还不熟 不熟你能昧着良心 让自己爹喝这种烂酒 然后珠宝私囊 就为了借钱给那王八蛋 闺女你觉得到底多熟才算熟啊 阮穷狠狠的灌了一口 滋味平平的烧酒 然后他站起身来 反正该说的爹都说了 你自己拣选一些话头 明天跟陈平安说去吧 男人大步离去 其实用屁股想也知道 该说的不该说的 他闺女啊 明天都会说的 阮穷越想越憋屈 闺女骂不得 那个扛着小锄头 刨墙角的兔崽子 打不得 男人只好低声骂了俊阳 散步到了四下无人的空地 扔掉了那只 再难喝也得喝光的空酒壶 身形拔地而起 转瞬之间 便落在了小镇 卖桃花春梢的铺子门口 此时铺子 当然已经打烊些夜了 他使劲的敲门 很快就有一位妇人呢 睡眼惺忪的 从后院起床开门 嘴声骂骂咧咧 什么急着找死投胎呀 大半夜喝酒 你怎么不喝尿去呀 还不花钱 敢晚上敲寡妇门 也不怕老娘打断你三条腿 等等等等 这些乌言晦语是毫不客气 阮雄站在门口 脸色阴沉 一言不发 看到是铁匠铺子的阮师傅后 妇人借着月色 弯了一眼中年汉子 那肌肉紧绷的手臂 顿时就变了一张脸庞 媚眼如丝 无比热情的拉住汉子的胳膊 真是坚硬如铁 久汉冯甘霖的妇人 笑意越发的殷切 领路的时候啊 一个亮相就要摔倒在男人怀中 只可惜打铁的汉子不解风情 轻轻扶住他的肩头 最后啊 他丢下银子 拿了两大壶酒 就大步离去了 夫人站在门口满脸的讥讽 他大声调笑 好好一个健壮汉子 结果跟姓氏一个鸟样 阮师傅 阮师傅 以后再来我家铺子买酒 我可要收你双倍价钱 如果阮师傅哪天腰杆子硬了 我说不定啊 就一文钱不收了 酒白喝 人白睡 阮琼一路默然的走到街道尽头 身形一闪 没有返回小镇南边的铺子 而是去了北面 来到了一座小山之前 尽是遂词堆积成山 阮琼在距离这座小山三十步外的地方 随便找了个地方盘腿而坐 一个嗓音在不远处响起 这么巧啊 你也在 阮琼点了点头 丢过去一壶酒 老人接过酒 掂令了一下 嘖嘖道 这会儿去留寡妇铺子买酒 是个男人都得吃点亏啊 阮琼当然不愿意聊这个 而是问道 阮琼先生 行人督造官 吴渊身边的那个少年 到底是何方神圣 我看不出深浅 表面上倒是与常人无异 这老人正是杨家铺子的杨老头 他喝了口酒之后才说 身分未知 但老话说得好 来者不善 善者不来呀 杨老头说完这句话 便笑着仰头望去 慈山之巅 有位青山少年 双手拢袖而立 眉心有志 笑容春风 少年从袖子里抽出一只手摇了摇 进门先喊人 入庙先拜神 或是懂规矩的 先见过了阮师 又来见杨老 里树上跳不出毛病 杨老头没继续喝酒 不知从哪找了根绳子 把这酒壶啊 就记挂在腰间 他抽了口汗烟 然后笑道 金山入则 画符震慑 只是不知道你画的是鬼画符 还是神仙符啊 少年收起手 身体微微前倾 笑眯眯的说 不管杨老和阮师如何误会 总之 我此次登门 保证跟两位打过招呼之后 就不会再有交集了 嗯 如果说真有 恐怕就只是成桓阁的建立 暂时是我负责 会稍稍啊 跟两位沾边 至于什么文昌阁武圣庙 我可管不着 我就只管得着 一座芝麻绿豆大小的成桓阁 按照市井民间的说法啊 一线地界之内 县令全权管辖所有阳间事务 至于那尊高高在上的 泥塑城桓爷 其实会负责盯着 治下夜间和阴雾 阮师皱进眉头 是大骊朝廷的礼部供奉 还是青天剑的炼气室啊 不过无论跟脚是在礼部 青天剑 还是在大骊皇宫的某处 既然能够这么胆大包天 站在慈山之巅 肯定最少啊 也是一位站在中武镜 最高处的十楼修士 所以这位少年 肯定不是少年 眉心好自一点 朱砂的清秀修士 看着杨老头说 老先生 有言在心 小心使得万年传啊 杨老头使劲地抽了口汗烟 最后却只吐出一缕 极其千细的烟雾 并且很快无声无息 消散天地间 貌似清秀少年的修士 双手依然拢在袖中 只是袖口微动 他像是在食指掐掘 阮穹重重地叹了口气 看在我的面子上 两位就此作罢 要不然我们三人混战 难不成真要打烂这方圆千里 少年立刻 双手离开 袖子高高举起来 很有见风使舵的嫌疑 他笑嘻嘻地说 我没问题 杨老头鼻子一吸 两缕不易察觉的青紫烟气 迅速飞入老人鼻子 老人冷笑 你知道的不少啊 少年伸手捏了捏鼻子 不多不少刚刚好 比如 我只知道该称呼你为 青大先生 而不是什么杨老先生 这少年呢 故意漏掉了一个字 不是玩笑或是有趣 而是在那个字 即将脱口而出的一刻 他真切感受到老人的杀意 坚决而果断 所以他选择暂时退让一步 少年身体厚阳倒去 他笑道 就此别过 希望没有什么再见 杨关道独木桥 还是鬼门关 各走各的 各显神通嘛 向后倒去的青山少年 不见踪迹 阮穹沉声道 有可能是上武镜 杨老头吃笑 大惊小怪 你阮穹不也是上武镜 东宝平州再小 那也是九州之一 莫说十一十二楼 十三楼连骑士 也不是没机会冒头 阮穹的心情并不轻松 他摇头说 我毕竟只是初登十一楼 境界尚未稳固 虽然是兵家出身 还算擅长功法之道 死杀之术 可 老人摇头晃脑 转身离去 手持着烟杆子 吞云土 你就知足吧 世间修士何止千万 十楼修士就已是凤毛麟角 何况是上武镜 说到底呀 其实你忌惮那人 那人何尝不再忌惮你 瓷器壮玉器 你们两个其实都心虚 阮穹想想也是 本就不是钻牛角尖的性子 干脆不再计较 那个奇怪少年的来历 双方能够井水不犯 河水是最好 何其胜财 轰然一声 阮穹身形冲天而起 到了云海之后 迅猛 坠向西盘 慢悠悠晃荡回小镇的 杨老头笑了笑 年轻气盛啊 一位青山少年郎 走在小镇巷弄之中 他嘀嘀咕咕道 夜进得有 耿夫得有 房室也得有 百废待兴 咱们县令大人 有得忙了 眉心有志的清秀少年 手指轻轻旋转着一串 老旧钥匙 走进一条 名叫二郎巷的巷弄 他紧挨着杏花巷 相传是祖上出过两位 了不得的厉害人物 不过到底是谁做了什么 没人说得出来 久而久之 就又成了西年老槐树底下 老人们故弄玄虚的谈资 如今老槐树一倒 小镇的人气 好像一下子就清减了许多 孩子们感触不深 年轻人反而觉得事业开阔 白白多出一大片空地来 挺好 只有怀旧的老人 偶尔会长须短叹 阿尔郎巷和杏花巷 没住这大富大贵的有钱人家 只是笔上不足 笔下绰绰有余 比如泥平巷附近的百姓啊 见到这两条巷弄的人 大多抬不起头来 马婆婆和孙子马古玄 就住在杏花巷 在小镇呢 算是家境很不错的了 少年在一栋宅子门口停下 大门上贴了两张 崭新的彩绘门绅 少年抬头看着 其中一位手持短脊的 银甲门绅 威风凛凛 一脚翘起 金鸡独立 做金刚木木状 少年笑道 衣锦还乡 不过如此了 少年开门而入 是一座不大 却精致的宅子 头顶开有一口 方方正正的天井 地上早有一座水池 通风极好 二楼设有美人靠 适合夜观星斗 东赏雪 少年很满意 念叨这不错不错 是个修身氧气的好地方 少年搬了一张雕花木椅 坐在水池旁边 抖了抖衣袖 哗哗啦啦 滑落出一大堆破碎的瓷器 大如拳头 小如米粒 不计其数 最后满满当当 估计一箩筐也装不下 全部悬浮在天井下的水池上空 这首啊 那是名副其实的 秀有乾坤 少年左右张望 揉了揉眉心 他自言自语 从哪开始呢 就你了 最后他乡中了 最有演员的一粒 枣红色碎瓷 心一微动 他便从碎瓷堆里边 飞绿而出 安静的停在他身前一尺外的空中 之后不断有碎瓷 从那座小山飞出 来到少年身前 然后被他轻轻放置在某处 像是在拼凑一件瓷器 第二天 铁区铺铺子里 阮秀交给陈平安 两幅地图 一张泛黄旧纸 地图上 山鸾起伏 只是山头名字 皆是甲一啊 以三等等 而尤然泛着清新墨香的新地图上 除此之外 还多出了龙脊山 珍珠山 神秀山 这些没那么枯燥乏味的名称 最后啊 还多了一个 大骊龙泉县 阮秀指着那些山明地名 一一给陈平安解释和介绍过去 最后他提醒 虽然两幅地图上 看着只是织鸡盖大小的位置偏移 但是等到你进山 就会发现 可能是好几里山路的差距 因为黎珠洞天落在大骊地面后 地表震动很大 甚至有一些山根不牢的山峰 就在这个时候 直接倒塌崩碎了 这同时会让你 前行的道路上出现很多意外 你自己一定要小心啊 陈平安小心收起两幅地图 最后背起一只背篓 跟上次带着陈队 他们进山差不多 对阮秀歉一道 这次我争取走到地图上的 挑灯山横朔峰一带 估计最少得半个月 最多呢 一个月之后就回到这了 阮秀轻声说 这么久啊 那你带的东西怎么够吃啊 陈平安忍住笑 我是山里呆惯了的 野味山果都能吃 也都找得到 我保证饿不着自己 阮秀点了点头 我爹答应借你十几两银子 你出山之后 我肯定会能给你的 陈平安想了想 还是实话实说 阮姑娘 你就别委屈自己了 钱我自己能想办法 你总不能真的坚持 十天半个月 都不吃压碎铺子的点心吧 阮秀脸色胀红 想不明白 他是怎么知道真相的 陈平安有些无奈 他笑着不说话 心想就阮师傅那臭脾气 肯借给自己银子才是怪事 所以不是我目光如炬 而是阮姑娘 你的掩饰实在不高明 陈平安看他有些失落 赶忙安慰他 阮姑娘 你的心意啊 我领了 谢谢啊 阮秀抿嘴一笑 他突然说 我送送你 陈平安已经大踏步离去 转头摆手说 不要 落熟得很 闭着眼睛都能走 马尾辫少女轻轻嗷了一声 然后跟他挥手告别 陈平安走出软洁铺子之后 一路沿着溪水 往上游飞奔 临近小镇的几座山头 陈平安并不感兴趣 虽然不大 价格不贵 但他不希望买在这儿 距离小镇实在太近 这种风头可出不得 而且阮师傅之前说过几句暗示言语 地真山远目峰 几座山峰在内这一带呀 山头的底子 原先其实都不错 只可惜这么多年 差不多都给掏空了 所以就是几个绣花枕头 要一直往西走 到了那座珍珠山 才有所好转 专平安走了足足一天一夜 期间只休息了不到两个时辰 才终于爬上一座 小山包的山顶 深呼吸一口气 心肺之间满是山野草木清香 草鞋少年挺起胸膛 重重跺脚 豪气甘云倒 这是我的 已经五天过去了 夕阳西下 陈平安终于登上了 那张官府崭新地图上的凹头风 此风在方圆数十里之内 一枝独秀 格外耸立入云 陈平安啃着一张生硬的干饼 坐在封顶的一颗老松 横出悬崖外的枝干上 清风阵阵 吹拂的少年 鬓角发丝 肆意飞扬 罗筐 罗筐已经被放在树底下 陈平安还没有胆子大到背着罗筐爬树的地步 以前对于爬山一事 少年不过是当作一门并不轻松的差事活计 总是想着跟紧摇老头的脚步 不像现在 累了呀 就停下脚步 好好看看远处的青山绿水 而且许多让陈平安探没观止的风景 以前都属于大骊朝廷封禁的大山 少年只能跟着沉默寡言的老人绕道而行 凹头风就在此里 这一路走过山走过水 陈平安见识到很多陌生的壮丽画面 有层层叠叠叠的瀑布群 在雨后挂起小小的彩虹 少年好像伸手一搂 就能带回家珍藏起来 有千万飞鸟聚集的陡峭山崖 一粒粒串在一起呀 就像是挂在墙壁上的雪白帘子 有只有一条险峻小径 可以登顶的险峰 最后漠然步入一座大石坪 视野豁然开朗 让人忍不住屏住呼吸 夜间少年披上了一件衣衫 背靠着箩筐就昏昏睡去 仿佛可以听到天上仙人的 喃喃低语 跋山涉水又三天后 陈平安终于来到了 阮师傅所说的神秀山 西北两个方向 隔着约门十余里山路 各有呢 挑灯山和横朔峰 与神秀峰呈现出计较之势 如同三尊巨人 各立一方 按照地图显示啊 在这一封两山周围的百里之内 筑立着大大小小五座山头 小的呀 有彩云峰和仙草山 其余分别是较大的 灯芯台 黄湖山和宝路山 陈平安来到神秀山之前 去过其中的仙草山和黄湖山 仙草山只比珍珠山大上一筹 虽然山势矮小 但是草木格外茂盛 参天大树颇多 至于黄湖山 应该是因为半山腰啊 有一座小湖泊的缘故 远观湖水泛黄 近看呢 又极为清澈 只不过 除了这座小湖之外 陈平安觉得 比起脚下这神秀山 黄湖山要差得多了 陈平安接下来 花了整整四天的时间 在神秀山横朔 丰周围晃悠 最终选定了三座山峰 仙草山 宝路山和采云峰 仙草山小 宝路山大 采云峰高 其中宝路山 让陈平安耗时最多 真可谓云深山高水长 在陈平安走过的 诸多山头当中 规模仅次于 披云山和神秀山 不过陈平安有些纳闷啊 那宝路山 这么一大块地盘 又临近横朔峰 况且就连修行门外汉的 陈平安 也能感受到 这座山头的山清水秀 阮师傅为何不舍弃 点灯山而选择宝路山呢 陈平安估算了一下 自己选中的三座山头 大概会花费 四十五颗左右的金金铜钱 剩下三十六颗铜钱 珍珠山必然会 用掉一枚迎春钱 还剩下足足三十五颗 足够让陈平安出手阔筹的 买下一座 真正意义的大山头 毕竟阮师傅说过 就连枯泉山脉 香火山和神秀山 这样的一等一大山 不过是二十五到三十枚 金金铜钱呢 那阮师傅还泄露天机 说将来在这方圆千里以内 大骊朝廷会赤风一尊 山岳大神和三位山神 还有一位和神 那对此阮秀第二天 也曾详细的解释过 所谓的山神呢 就是朝廷礼部衙门 选出的一位合适人选 可以是地方上著名的历史人物 也可以是战子殉国的功勋武将 最后大骊皇帝 任可钦点为山神 以一支特殊珠笔 正式写入山河普蝶 一番焚香祭奠礼弊 寓意呢是作为待天寻寿人间的天子 已经告知上神 一般而言就算完事了 之后不过是青天剑制造出来 金券玉碟 交由国师亲笔书写赤文 然后派人呢埋在山脚 最后才是让官府请人塑造一尊 金身泥香供奉于山神庙 那位山神有资格光明正大的享受百姓香火 庇护一山地界的生灵 镇压降服或是驱逐各路越境的鬼魅鹦鹉 陈平安不奢望自己选定了神秀山附近三座山头 能够出现一位山神坐镇 帮忙看家护院 而是他把希望啊 放在了那座花钱最多的大山头上 那如此一来 主要家业 在三百年内得到阮师傅的庇护 远离此地的那座孤零零大山 若是能请来一位山神 那无疑会让陈平安放心许多呀 至于只值一眉迎春前的小土包珍珠山 估计除了陈平安 没谁能看得上 陈平安此时坐在彩云峰之巅的大石崖上 身前摊放着崭新的大骊龙泉形式图 少年已经将那些大山名称和地理位置记得烂熟 仍是无法下定决心购买最后一座山头 草鞋少年双手拖着腮帮子眉头紧皱 身体呢 轻轻的前后摇晃 少年的心思神有万里 买了山又能干什么呀 陈平安其实心里没底 但只要一想到三百年里 自己始终是那五座山名义上的主人 这本身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啊 可以先娶个媳妇儿 然后成家立业 以后传给子女 子女将来再传给他们的子女 原来娶媳妇儿一事儿 虽然不是耽误之急 但也得考虑考虑了呀 一想到这儿 呵呵傻笑的陈平安猛然回过神来 有些难为情 陈平安向后倒去 他有些犯困 就想要眯一会儿 不知道过了多久啊 睁眼后 陈平安顿时头大如斗 自己如今在大白天也能做梦 原来这已经是自己第三次 撞见那位白衣人了 一次在廊桥上 一次在石拱桥底 加上这一次在山巅 沐浴在雪白光芒之中的高大白衣人 这一次盘腿而坐 距离陈平安呢 不过是两丈距离 可是陈平安偏偏偏无法看清对方的容貌 陈平安觉得总这么担惊受怕也不是个事儿啊 他就壮起了胆子 小心翼翼的开口问 老前辈 啪的一下 陈平安下一刻感觉像是少年时被牛尾巴甩在脸上 一阵火辣辣的疼 如梦惊醒一般的陈平安 猛然做起身来 发现自己啊 就坐在原先的位置上 环顾四周 并无异样 但是他抬手摸了摸一边的脸颊 却是真的还在疼啊 少年打破脑袋 也想不清原因 只得是茫然挠头 这就是茫然挠头